则三贤 郑维雷是长男 迅维峰是长女 他们也是六个姚啊 是两两相应的 一经他有上经下经 下经的有三十个卦 下经的一开始就是前横两卦 讲的就是前卦讲的是男女之间的感应 横卦讲的就是夫妇 这个横卦呢 我们看他的卦词 卦词他说横 什么叫横啊 就是横心的意思 就是一直维持 维持不变 这就是横 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啊 想要获得成功 一定要有横心 如果没有横心的人啊 碰到挫折 他马上就退缩 就不做了 就不容易成功 没有横心的人啊 做事情是不容易成功的 有一句话叫做 有横为成功之母 有横心的人啊 成功的人都是有横心的 他碰到困难 他也不会退缩的 所以说横它是横通的 只要有横心 它结果它是横通的 它是不会有错的 有横心是不会有错的 不过呢 这个横啊 它必须要合乎正道 不是说任何一件事情 你只要有横心 就一定可以达成你的目的的 做坏事 不合乎正道的事情啊 你说我有横心当小偷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偷到现在 那早晚一定被抓 因为被抓是早晚的 他这个结果一定不是好的 所以说横一定要力争 也要合乎正道 不能够为恶啊 要为善才行 如果有横心 就利有忧望 就是有利于 前往去做 这一番事情 因为他容易成功 有横心的人 他的挂词不多 挂词不多呢 他都是好的 但是他咬词不一定是都是好的 因为横心啊 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横心 如果是简单的话 就不必提出来了 就是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常常会有半途而废的 或者是横心 有些人呢 对他的认知 并不正确的 他认为这样子 我只要一直做下去 一定会达成目标 还是有特殊状况的 所以说 他的摇词啊 他是在那 反面去叙述 叙述就是说 有哪些状况 横心有哪些状况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会有什么情形 做得好的话 会有什么情形 在摇词里面是分别叙述的 这个横挂呢 代表的是长男长女 他们结为夫妇以后 男以男为主 女呢 是为妇 因为男动于外 因为上挂是外挂 他是动 正为雷为动嘛 他又是长男 长男就代表的就是 男女结为夫妇以后 男的要在外面做事情 要动 男主外 男动于外 女顺于内 因为更 那个训挂 训为顺 训有封的意思 有入的意思 也有顺的意思 他是在内挂 他象征的男为主 动于外 女为辅 顺于内 象征的夫妇之道 跪在恒久 这个话 挂意呢 他就讲的是 要讲的是恒心 恒就是长久 恒久 恒心 有恒心的人是 有恒啊 是一个美德 有恒呢 就能够恒通 但是 有恒心呢 是以 善道 正道 为前提 也就是说 如果是 你不合乎正道的 这个恒心 他不会得到 友好的结果的 不会有恒通的 如果像小人的话 以恒心为恶 当作他的长道的话 就认为他 我有恒心 他就做 为非作歹的事情的话 这样子呢 一定会有过错 不畏恒通 恒挂是以 夫妇来取向 就是 长男和长女 结婚以后 男主 男为主 动于外 女为辅 顺于内 以强调的是 夫妇之间的关系 贵在 自家 在 自理家庭的时候 难动于外 通常在古时候 现在的话 女孩子 也有常常 就是说 结婚以后 也在外面做事 但是呢 以常态来讲 男人出去做事 是应当的 女孩子在家 主持家务 是他的分内 的职责 男人呢 他的职责是 他要养家活口的 这是从古 遗留下来的一个 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正道 也就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道理 只不过是现在呢 女孩子 社会变迁 很快速 女孩子也常常在外面 做事情 自家的时候 男人要动于外 女要顺于内 夫畅妇水 这是自家的常道 常道就是正道 自家呢 要有恒 才能够长久 也就是夫妇结尾 男女结尾夫妇以后 成家了以后 要可长可久 要维持长久 这才算是一个家 刚结婚就离婚的话 那就不成家了 力争 力争呢 要合乎正道 但是呢 他在这边又在讲 就是说 我们再把引用在 夫妇之间的 家庭里面 夫妇之间的 关系的话 要女顺于内 真正不变 也就是合乎正道 他维持他的 从一而终的 这种 这种美德啊 不变 讲的是 伦理 方面的 力争啊 讲的就是 男女之间 夫妇之间的 一个伦理方面的 一个道理 后面一句话 挂车 立有 优往呢 讲的是 难动于外 有恒 则无往不利 讲的是形式方面 就是说 比较像是 有的难的 我出去做事 做事以后 我不想做了 又回来 休息了几个月 又出去一下 又回来 这样没有恒心 没有恒心的话 形式没有恒心 也不行 讲的是 立有优往 讲的是 在形式方面 你要有恒心的 一直往前走 在恒的这个时代里面 有恒为成功之本 恒就是不改初衷啊 我原来的志向 是这个方向 我就一直往前 往这个方向 一直往前 往前行 追求我的目标 专心一致的去 行事 这样子 结果一定是亨通的 不会有错的 所以说这个话词啊 不长 但是他要讲的 就是说 借的夫妇之道 男女之间 夫妇之道 必须要 有很久的 这种心理 就像是 女孩子 要从一而终 男孩子 在外面做事 要 一直往前 迈进 去工作 养家活口 在 他取向是 夫妇 但是讲 形式方面呢 形式就是说 你有一个目标的追求 定好了以后 你就要勇往迈进的朝向 这个方向 前进 去 去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最终的结果是 一定是亨通的 不会错的 整个他的挂词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来看他的 看他挂意 他又把它 再区分一下 除于横的这个 大时代 也就是葡萄这个横挂的 这种状态之下 横 有横心是可以横通 不会有错的 但是他的意义 有两种 一种叫做 利争 利争 我们讲 虽然是讲 要合乎正道 其实他叫做 他可以把它 另外一个名词来说明 就是说 不义之横 因为横 它有两种 一种叫 不义之横 一种叫做 不义之横 不义就是 从头到尾都不改变 有横心就是 你维持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就从头到尾都 不改变的话 就是 不义之横 力争呢 就是 你从头到尾做什么事情 都要合乎正道 不可以有片刻的动摇 不义之横 那不义之横 义是什么 义经的义 义的话就是 停止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横心就是 不停止 我们只要了解 你以天体来观察的话 地球环绕着太阳 在那边运行 它一直在那边运行 它是很有横心的 一直在围绕着 在那边运行 你说它 它不是一直在动吗 那不是横心不是说 有横不是说不动吗 不动是你的目标不动 但是你的行为 是要一直要积极主动 所以说这个地球呢 它一直在那边运行 周而复始 一直在那边运行 它就是不停止的 这种横心 所以说横 它可以分为 不义之横 和不义之横 不义就是不要改变 你的初衷 不义呢 就是不要停止 虽然我 虽然我定下我的目标了 但是呢 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 这样子也不会成功啊 你要一直 持续不断地 朝向你的目标前进 虽然你目标没有改变 但是你停停停停 一下停一下 一下走一下 这种也是不会成功的 所以说横 我们再可以区分为 不义之横 还有不义之横 不义之横 在讲的就是力真 不义之横 讲的就是力有忧 我们看这个横挂 它有六个窑 六窑 它讲的都是横 只不过是 有的窑词 在那个时空 代表着你这个横 到底有没有做对 横挂呢 它是贵宗 贵宗什么叫贵宗啊 这六个窑里面 到底哪一个窑 它才是真正能够抓到横的这个要点呢 要意呢 只有上挂和下挂的两个中间的那个 二和五 它都是处于上下挂的中间的位置 只有中间位置啊 它能够抓到横的要点 但是呢 也不是抓得很完全 所以说还是有一点瑕疵 上挂和下挂的最下面那个窑呢 像下挂的初窑和四窑 初窑和四窑都是在上下挂的最下面 代表不集中 不集中啊 不是 不是集中集合的集啊 就是说集就是及格的集 就是还没有到达的中 代表着就是说 虽然 你很想要达到横心的这个要点 但是你还差一点没达到 还没有达到横心的那个要点 不能够了解横心的真意 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你认为 我已经有横了 其实呢 你 这不叫做横 虽然 就像是初窑 初窑的话 它是一开始 峻横 峻横指的就是 交钱延伸啊 强求深入啊 急于求深啊 等等就是说 他认为他已经达到横心的要点 其实还没有到达 还不了解什么叫做横心 初窑和四窑都是还不集中 没有达到中的那个境界 他误以为他已经达到横心了 其实还没有达到横心的那个程度 也就是不了解横心 到底要讲什么 六个窑里面的上挂和下挂里面的 最上面那个窑 也就是三窑和上窑 他们都是过中 超过的中了 超过的中的话 就是没有不合乎横心的要点 一个是三窑呢 还有一个是不横 就是没有横心 上窑呢 就是变来变去一下 有一下没有一下 反反复复 就是阵横 像震动的一样的阵横 这两个呢 都是超过了中间 就是过中 过中是没有 不能合乎横的要点 我们在看这个中论上面讲 一经各窑贵宗 也就是说六十四卦里面 每一个卦的窑池好不好 就看他能不能合乎中道 贵宗 贵宗就是储宗最好 储宗其实什么叫储宗 储宗就是合乎中庸之道 合乎中庸之道 什么叫合乎中庸之道 我这个在餐一直在讲的 就是怕各位记不起来 合乎中庸之道 指的就是合乎正道 合乎正道指的就是 人世之间在这个时代之中 这个问题 大多数人都认为 这样子做是对的 这个方法或态度 就是中庸之道 不是过与不起 不是两头少数的 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子做是对的 正道会随着时代的变迁 而有所调整改变 它不是一层不变 有些是一层不变 有些会是调整改变的 所以说孔子追求的是中庸之道 义经里面的贵宗 指的宗啊 指的就是合乎中道 中道就是中庸之道 就是正道 就是大多数人所公认为 这件事情应该要这样子做 才是对的 这叫做正道 六十四卦里面 各卦各摇都是要贵宗 尤其是横卦 它特别 特别是贵宗 因为宗就代表着 它的横心做对了 只要不集中或过宗的 都是没有达到横的要力 横卦呢 我们看它是不是合乎 合乎横的这个精益呢 要力呢 我们不许它是不是 上下之间是否相应 或者相比 但是相应相比啊 在这里并不代表 它有没有横 只是代表着 它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不代表 它有没有横心 横卦呢 它是 看它能不能 看它有没有横啊 是完全看它 是不是能得中 如果能得中 就代表它能够 符合横的卦翼 初六和九世 都是未集中 表示未集横的深意 拘泥于横啊 而不知变通 等一下我们讲那个 讲初遥的时候 我们特别会告诉你一下 到底它要告诉你什么意思 像九世和九世和那个上六 它们都在 它们都在上下挂的 最上面 都代表了已经过中 过中呢 就代表了 散变 散变 因为我们横行就是不变嘛 维持一定的方向不变嘛 它是散变 不能够守恒 所以说啊 九三叫不恒 上六呢 叫做正恒 九二和六五都居中 终究能够恒 由于呢 他们又不得位 虽然它处中 但是呢 一个是阳谣阴味 一个是阴谣阳味 都是有一点瑕疵 所以说也不能全部很好 六一摇里面 几乎等于就是说 不是都是很好的 摇齿 顶多是 悔恨消除 其他的呢 不是凶呢 就是令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其实在易经里面 易经它是正反两面叙述的 它正面叙述 也能够表达出 它那个挂意 或摇意出来 它反面叙述 也能够表达出来 它的要告诉你的道理来 其实正面叙述的话 也就是说 这样做是几 相反的就是凶 如果说是 它反面叙述的话 它讲说 这样子凶 你反面做的话 就是几 其实不管正面叙述也好 反面叙述也好 它都能够把它的 摇意挂意 能够表达出来 并不影响 只不过在占谱的时候呢 谱出来 如果它是显得是挂 是正面叙述 代表着你偏向是正面去发展 如果它是反面叙述 就代表你偏向是反面发展 如果是单从一个挂来看的话 我们是这样解释 但是我们这个签施呢 是有看了四个挂 正挂还有三个副挂 综合起来 我们还是以签丝为最后的一规 来断它的吉凶 至于它的到底做对做出的 我们完全看它 做的正面还是做的反面 做的正面 签丝是吉 就代表你都是做的正面 就算你正面没有叙述出来 我们也要把推理出来 如果签丝是凶 就代表你是做的负面 就算它讲的是正面 你也是做到它 没有叙述出来的负面 它才会有凶的结果 我这样讲的话 应该你们会多听 多理解 就会了解 这个《易经》 还有签丝 还有这本书 它叙述书写的方式 还有要告诉你的道理 我们来看看 初六谣 187千 雷锋恒初六谣 它的谣词叫做俊恒 真凶无忧力 什么叫俊啊 俊的话就是深入 深求深入 深求深入的意思 恒呢 俊恒呢 就是说 你这个恒啊 是一开始 因为它是初遥啊 代表事情刚开始 事情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求太深入了 因为他这个挂是雷锋恒 取向是夫妇 也就是说男女之间结婚 因为古时候男女结婚 都是没硕之言 没有先红头巾的那一刻 他还不一定看过他 不一定看过女的 女的不一定看过男的 那更不要谈感情 现在是自由恋爱的话 早就已经恋爱很久了 所以说大家都互相了解 但是古时候呢 是根本就没有自由恋爱 是没硕之言 在结婚洞房花竹叶的那一天 你才见到对方的真正面目 那个时候才开始培养感情 那个这个呢 因为他讲的是横挂 讲的是夫妇 又讲的是初遥 代表的是你们刚结婚 结果呢 如果一个女的刚结婚 她就认为 丈夫一定很爱我 我们两个是夫妇了 我就可以要求很多 要求过多 事情一开始 就急于求生 想要做长久打算 对事情求望太深太快 想一次到位 以我们现在一般的言语来讲的话 就是交钱延伸了 就像是你交一个朋友 今天才可以认识 你就把你的那个 祖宗八代的底 全部掀出来 人家会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跟我讲 那么深入的事情 我们根本就不熟嘛 这叫做交钱延伸 不能够循序渐进 想要一步登天 俊恒就是有 要说明这个意思 代表的是 夫妇刚结婚 太太就认为 就想要有所 一再的深求 或者是要求先生 能够什么事都要答应他 相知不深之下 你就要求的过多 难免会凶 欲输不达 会造成这种结果 所以说 俊恒指的就是交钱延伸 刚开始就深入 太过于深入 或者是 或者是 想要一次到位 或者是想一个圆锹 就能够挖出一个水井 太急迫 太急躁 真凶 真凶的话 指的就是说 虽然你的出发点是正确的 虽然这样子做 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呢 太 太 不够深入的时候 认识不够深入的时候 你就 你就想要去做深入的事情 就像是刚认识一个朋友 你就跟人家借钱 人家会借你才怪 因为跟你根本不熟嘛 你就讲得那么深入 跟你很熟的人 还不一定会借你 这种就是交情延伸 初六是居下挂之初 代表着事情刚开始 跟九世正硬 代表着他嫁给九世 夫妇刚结婚 长女嫁给长男 你如果想要 想要双方之间感情深厚的话 就要循序渐进的 互相培养 你不可以啊 一开始就要求过多 要求过多之下 就难免啊 会起灯子 就算你动静很纯正 你说我要什么要什么 你如果交往久一点的话 你要求的这些都是合理的 但是交往了浅的时候 你要求这些就是不合理了 还要看深浅的问题 我们人和人之间呢 相互之间的交往 还是要看深浅 你讲出这个话语啊 不可以交浅延伸 免得让人家觉得太奇怪 孔子的小巷说 俊恒之凶 始求生也 为什么会凶呢 俊恒为什么会凶呢 因为一开始就要求太深入嘛 艺术就会不达 你想要长长久久 必须要经过日积月累啊 循序渐渐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啊 结果你操之过 结果必凶 我们看他的宗卦 宗卦 则三弦我们上次讲过 他讲的就跟这个 俊恒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意思 也就是说 只是另外一个面去解释他 他说贤情母 值得就是感应上浅 男女之间感应上浅 夫妇之间虽然刚结婚 但是双方之间的感应 感情还没有培养那么深厚 就不可以要求过多 护卦呢 壮与前指 往不胜 你这样要求过多 你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这样一开始要求过多 他认为 我有这个能力啊 我认为没问题啊 就是壮与前指指的就是 自认为自己的能力可以应付各种场面 意气用事的 急早忘记 考虑不够周强之下 你去做这个事情一定失败 枉不胜 就是说你去做一定是失败 错卦呢 错卦就风雷意啊 我们没讲 但是呢 他讲的就是说 因为你身份地位太低啊 虽然 你受惠于上位者 你很急于报这个恩 你要急着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呢 你身份地位低 你本来就不太适合做这个事情的 但是你真要去做话 一定要事事求其周全啊 要把它做到尽善尽美才行 不然的话 不但你会被人家讲啊 而且还会有错 不但你自己有错 还会连累到 爱护你的那个人啊 也连带受到错 连带受到迁累 他告诉你的是这个意思啊 指的就是说 你真要做这个事情 一定要事事求其周全 每一个事情都要做到尽善尽美 才不容易做错 不然的话 刚开始是不要去做的 好 我们来看看他的牵师 牵师的话 他说啊 修眷恋 请你不要 眷恋就是一恋啊 还在能有所奢望 期待的意思 修眷恋 勿前程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还眷恋了这个 你还想要有所成就 想要达到自己的目标 一定会耽误了你的前程 耽误了前程 就看有着什么问题啊 你的这个什么叫前程 也就是说 你要想要追求的这个目标 是绝对不能达成 然后呢 白白浪费时间 反而运动又坏 不一定啊 为什么呢 终闹乱 出门停 这件事情 按照你现在的方式 这种 这个时间点 这种方式去做的话 一定是 结果是闹乱 最终一定是 结果是闹乱 又闹又乱 就不平稳啊 绝对不是你要求的 这个结果 出门停 出门停的话 也就是 离家出走啊 或者是 也有是 对簿公堂的这种像啊 出门停 我们就上法庭啊 等等 有这种像 我讲一个案例啊 抽到这个签的 第一个人的案例啊 你就会很 明白的了解一下 这个签是 其实讲的是这个意思 你把它意识 抓到了以后 别的问题 你只要转过去 都没有问题 有一个 以前的我的学生 隔了几年以后 他有一次到我们家来 他陪着另外一个人 到我们家来 修冷气 正好我在写这个 还没写完啊 他 他就要问一个问题 他说啊 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啊 离家出走 出走了十几年吧 他跟他哥哥 他是老二 他还有个哥哥 在他哥哥很小的时候 兄弟很小的时候 他妈妈就离家出走 好玩啊 他妈妈是好玩 年轻好玩 结果就把他爸爸一个人 丢在家 养这两个小孩 等到他小孩长大了 现在都已经长大了 起码二十几 二十几岁了 都已经成年了 现在他妈回来了 他妈回来以后了 他爸也接纳他 但是呢 关系搞不好 他哥哥 他哥哥不喜欢他妈妈 认为他妈妈抛弃他们 但是呢 他很爱他妈妈 就是抽签的这个人 他很爱他妈妈 他想要调和一下 家庭里面的气氛 包含他跟他哥哥 他妈妈跟他哥哥之间的关系啊 跟他爸爸之间的关系啊 他去做这件事情 他希望知道 会不会做成功 抽到这个前 抽到这个前 讲修卷链 就是说你不要 还想要调和双方之间的关系啊 你没办法 因为你是全家最小的一个 你讲话的分量又小 然后呢 你要调和 也不是这样子调和 因为刚回来 你就要想调和 可能没办法调和 一下就要想好 是不行的 既然是横嘛 就要 可唱 就要经过日积月累 大家互相再建立一些新的感情呢 培养一些 这个这种气氛的 你一开始就叫他们和好的话 是不容易的 因为物前程指的就是说 你只要追求的这个目标是不会成功的 最终呢 中闹乱 最后这个家庭还是 还是一团乱 出门停 结果呢 又有人要离家出走了 因为我一抄这个签出来 我没有跟他解释啊 他看到这个签诗 他也看得懂了 他是说 我知道了 我想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做了半天 结果做的成效也不好 为什么会有这种信息呢 就是一个是他能力不够 他自以为壮欲前职 自以为有这个能力可以把它解决 结果枉不胜 然后呢 感应还浅的时候就去做 是不适合的 俊恒呢 就是刚开始就想要强求深入 想要一步到位 当然是不行成功的 如果真要做这个 你可以做 但是一定要试试求其周全 每一个都要做得尽善尽美 这样子才不会对别人讲话 这样子才不会有过错 这样子也不会连来绕你妈妈 结果呢 让你妈妈也被 也受到这个 连累也会有过错 到时候出门停的 可能就是你妈妈 到最后又散了 这个家庭又要散了 我们来看看 因为他这个挂 这个挂 算是他 因为他不集中 他现在出窑 再往上就是初中啊 但是不集中 也就还没有到达中 也就是说他误解恒的 这个深意 他以为我有恒心一定一定 我只要有恒心 想要撮合 大家之间的感情的话 一定能成功的 但是还是看时机啊 看这个状况啊 一开始就想要强求深入 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 你误解了恒的这个深意了 我们来看看 雷锋和九二谣 九二谣啊 他初中 代表着他 合乎恒的精神 他的谣词叫做 悔恨 悔完 悔恨可以消除 他为什么会有悔呢 因为九二啊 他是洋谣 因为他不得症 难免就是 既然不得症 是一定有一点缺失啊 一定会有缺失 有缺失的话 如果说是 你能够知错能改 又恢复到 恢复到 善到 或者恢复到 中到 有恒心的 继续一直维持下去 因为他讲的是 恒挂 代表着就是说 你现在处中 但是呢 你是洋谣音味 洋谣音味 表示说 你不一定能够 永久处中 一定有一点缺点 而且呢 你一定会偏离了一下 你的中 如果你偏离了中 如果马上又回到中 那就 悔恨可以消除 要是你偏离了中 又犯了以前的同样的错误 又犯错了 你 没有回到中道 那 悔恨 不会消除啊 那就有悔恨出现 这个谣词 没有定极凶啊 他只讲 悔恨消除 可以消除 指的就是说 你永久处中 就可以 悔恨可以消除 要是又重犯了以前的错误 又偏离了中道 那就有过失了 那就有悔恨 我们在里面 他说 悔恨消除是因为 有悔是因为 所居不正 九二 他是洋谣音味 虽然处中啊 但是他洋谣音味 如果能够知错能改 这悔恨就可以消除 在这里面呢 横挂贵宗 如果你能够 恒久的处于宗 也就是 合乎正道啊 不正 也可以变为正 也就是说 虽然你曾经做错了 事情 但是你又改过 全身恢复正道 永久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那虽然以前有错 但是也可以消除 就像是 人非甚혜 谁能无过啊 只要知错能改 就三眸大眼 因为到最后 定你好坏啊 不是看你以前了 是看你最后 到底是 是正 合乎正道 还是 又偏离的正道 如果偏离的正道 你就算以前再好 那还是不好 这个话的久而遥迟 他的精神是告诉你 就是说 曾经犯错 没有关系 你只要回复到正道 那就悔恨就可以消除 如果你能够永久的处中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那就没问题 要是你又犯了同样的错误的话 那就有悔恨了 他两个 两种状况 一个是你可能就是一直处中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那就没问题了 就算以前有错也没关系 一个是 虽然以前错了 我现在回复正道 但是我下次又犯错 犯同样的错误 那这样子就有悔恨了 那就是有凶险了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引申为 就是说这件事情 原属不正常 不正常就是不对 本来应该有悔 但是你形式能够 刚正不偏激 偶有错误 就能够迅速改过 恒久履于中庸之道 也就是说 我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一直是合乎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就是正道 自然悔恨消除 如果是不能够 对自己的行为 加以约束的话 限制约束的话 没有恒心 又偏离了中庸之道 再度的犯错 那必定有悔 他还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那小项呢 他说久恶恨可以消除 是人久忠眼 孔子就特别把这个 谣词的关键点出来的话 也就是说 恨可以消除 是什么情形呢 是你可以一直出众 如果你偏离了中的话 那又犯错了吗 那就悔恨就不会消除了 他告诉你 就是说 重点是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要一直合乎中庸之道 合乎正道 要是再犯错 你又是悔恨 不会消除的 折三贤 中挂 贤其肥 也就是说 你不要受到外在的诱惑 急躁妄动 想要去干什么干嘛 追求你的目标 你这样子一定会坏事的 要不动 不要动 狙击啊 就不动 不动的话 就是处于中道 不要再变了 不要再犯错了 折天怪 护卦 替好木叶友荣 指的就是说 这件事情 你要小心谨慎 不但要小心谨慎 要从头到尾都要小心谨慎 从早到晚都要小心谨慎 其实木叶友荣指的就是 从早到晚啊 其实从早到晚就是 从头到尾的意思啊 以一天来讲就是从头到尾 他其实要告诉你的 就是要从头到尾 木叶友荣 他不是只是告诉你 只有今天你从头到尾 你小心谨慎 他是整件事情 从头到尾要小心谨慎 这样子就不必担心啊 不必担心害怕啊 错过 获一之 斯蓬之归 福克维 永真吉 他这个很长 但我把他重点意思告诉你 他要讲的什么意思啊 其实啊 你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呢 别人对你很好 他就 他本来啊 你是误入歧途的 但是你还不知道自己错了 好心的人啊 就上位子好心了 帮忙你啊 你本来你没有这个意思 说要回到正道的 但是别人呢 盛情难缺 你只好啊 好吧好吧 我接受了 但是呢 最终啊 你能不能够 有好的结果啊 完全要看你 你是不是一直的走向这个正途 而不改变 如果你一直走向这个这条道路上面的话 而不 有恒心的不改变的话 你最终是一定是获得极的 好的结果 要是你有中途变结的话 又去犯错的话 那对不起 你就不能够有好的结果 结果一定是凶 他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那这四个挂 正挂加上三个副挂 综合起来啊 哎呀 这个孔明先生用这个签词来表达 如果你不跟易经结合在一起 你根本不了解他什么意思 你跟他易经结合在一起啊 你再跟案例结合在一起 你才能够了解 这么深远 意义那么深远啊 讲得那么深 我举一个案例啊 举一个案例啊 有一个 这是真实案例啊 也是第一个抽到这个签的人 就是他 每一个第一个抽到的 我都印象深刻 一个人 年轻的年轻人 他二十几岁 是我学生的儿子 他 有一次 他带 我上课的时候 他把他带过来 他问一个事情 因为他儿子啊 吸毒 海洛因 好像是 就是海洛因 那个最毒的那种 那个吸不是鼻子吸 他是打 打针的那种 他妈就一直劝他 一直要改啊 干嘛 后来 他 有一次呢 他妈报警把他抓去了 报警把他抓去了 结果报警之前呢 他也抽个签了 就是说 我这次报警 能不能抓到他小孩 把他送去关了 他让他戒毒嘛 他也抽个签 抽个签 我忘记的是什么 反正他跟我讲话 跟那上面所讲的是一样的 连几个人来都都看得出来 我太久 那个我觉得不太重要 我都没有记起 没有把它记起 结果 在抓取以后 没有关了 是因为检察官说 监狱太多 太客满了 像这种啊 又是自己报案了 自己怎么样 可以交保 他说他没钱 他自己保自己好了 就把他放出来 还没有开庭呢 检察官 让他自己交保 自己出来 他来我这边 他问一个什么 他问是说 我会不会被关 会不会坐牢的意思 抽到这个签 因为他第一次嘛 他没有钱 抽到这个签 这个签里面 他 我先念啊 他说 万里波涛尽 一天风月行 这两句话 我们代表一种意思啊 万里波涛尽 表示是好的意思啊 就是说 没事 目前的状况平稳 平静 万里波涛尽 因为海面上 海面平静 就是平安嘛 的意思啊 行船 因为海面上 就是行船 行船的时候 最怕是波涛汹涌啊 他就会翻船 就是有凶险 万里波涛尽 就一路都是很平稳 不是一路啊 就是整个海面 都是很平稳 一片平稳的现象啊 一天风月行 因为波浪 为什么波涛汹涌啊 就是有风 才会有浪啊 没有风 就不会有浪 那无风 山齿浪是海啊 那这个山齿浪 在一般的船来讲 都是正常现象 那个没有说 在海面上 是犹如镜子一样 除非你在高空 像镜子一样 你只要在海面上 它还是有浪 山齿浪 但是那就是 那就是算平稳的 那时常的话 它是平稳的 因为风不大嘛 但在海面上的话 它那个风 波浪 它会一个一个退起 所以说就是浪很多 它那个 会有浪 是因为有风 它讲说一天风月行 也就是说 风月啊 就是事情了 人间事 可以讲说是人间事 也可以就是说 没有风 一天没有风 它这里面重点 是在于一天 一天代表是短暂 短暂的平稳 没事 另外一句话呢 就立民无主格 行路出重关 我们先讲前面那一句 前面那一句 它叫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说 现在虽然是平稳 但是呢 如果你再犯错了以后啊 你没有 永久恒心的 维持中道 不再犯错 要是你又再犯错 现在没犯错 但是以后你又犯错的话 你现在的平稳直播是短暂的 短暂的平稳 又会有凶险出现 如果说是你是永久处于中道 不再犯以前的同样错误的话 立民无主格 立民就是你要追求的 他要追求的就是不要关嘛 不会被关 这个 你要追求的不要被关 这个是没问题的 行路出重关 就是一路很平顺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一次真的是 跟检查 跟检查 开庭的时候 你跟法官说 我一定要借 我去乐界 我保证借 我以后绝对不再犯 检查官不一定要关你啊 顶多是叫你去乐界一下 乐界好好就算 如果你不再犯的话 什么事都没有 一路平平顺顺 要是你 现在没有被关 你问我会不会被关吗 现在没有被关 但是你又再犯错的话 那就要被关了 是现在不被关 只不过是短暂的 一时的 所以说这个钱里面 两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 就是说 如果你再犯错 好 只不过一时的 很快就不好 如果你不再犯错 不再犯以前的同样错误 那就是永久好下去 就跟我们这个雷锋横 九二遥讲的 回恨可以消除 指的就是说 你只要 维持在这个中道 不再犯以前的同样错误 你对自己的行为 加以约束 限制 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 那就不会有错 那就回恨可以消除 没问题 要是 你又犯了同样错误 没有横行的 又偏离的中庸之道 又去吸毒了 那就要被关了 结果他有没有被关呢 其实还没有等到被关 他又去施打毒品了 这一次呢 打得过量 结果死掉了 没多久 他妈就说 他儿子死掉了 因为他妈 他妈常常 常常会讲反话 所以说搞不清 他真讲 真讲假的 但是他说是真的 结果施打过量 因为他太久没施打了 他就 求他妈妈 说是 再给我打一次 我一定借 如果你不相信 我现在剁了一个小指头 给你看 他真剁一个小指头 他妈就给他五千块 他就去买 买了一个不存的 还是说过量 反正就死掉了 这个罐里面 就是说你看 这个错话里面 风雷一 你本来形式有方法有误 不入歧途 但是由不自知 但是好心上位者 要帮助你 希望你能够戒毒 你盛情难缺 你就接受了 如果你能够 最终能够获得最大的益处 还不一定 不然是你是否意志坚定的 走向正途 永恒不变而定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 那就没问题 如果你 如果过于软弱 意志不坚 又重蹈覆辙 结果必凶 大家讲的是这样 所以说不管你问任何一个问题 只要扑到这个挂 讲的就是说 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 那就是利明无主 各行路出从关 要是再犯 受到外界的引诱 因为他这个 贤其肥 指的是受到外界的诱惑 躁动 忘形 急于秋晨 急于成事 反而会坏事 去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现在的好只是一时的现象 以后绝对是不是 不是好 以后就是波涛汹涌 因为我们已经讲的是 阴阳两个面 他前面讲的 外里波涛进一天风月旋 如果你是又重犯错误 那就是万里 波涛汹涌了 相反的就出现了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挂 是中中签 因为有可能急 有可能凶 完全看他有没有恒心 上面一个187呢 是下中签 因为他的结果是不靠的 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不客气 其他同学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的话我请问老师 老师你可不可以减一个29千 我一个朋友他说 他要打官司 是他抽的还是你帮他抽的 通常都是他抽还是你 他给我三个字 他抽的 下次你要告诉他 给你三个字之前 你一定要很诚心的 把你的问题发射出去 再想三个字 他现在状况是怎么样 因为他是被人家公然毁谤 所以他气不过 他决定现在找律师 要打这个官司 告诉人家毁谤 就是啊 对 那他要问什么呢 他说这个官司会不会成功 打成功 好 这官司会拖很久 会拖很久 对 了却心头是 因为他现在打官司嘛 他的心头是 这个官司只要一天不结束 他这个心中就有一头 一个时间 一个重担没放下来 了却心头是 指的就是了却了 这个心中的重担 这个重担了却了以后呢 三参数有缘指的 就是说 三参数有缘就讲是说 你有这个缘分 但是呢 因为他这个牵丝是取向 他既然讲三参数有缘的话 就是说有缘分 跟你的目标是有缘分 如果是一问因缘 就是三参有缘 如果说是问的是其他事情的话 也就是说 你命中有这个缘分 也就是说命中注定 因为他这个牵丝是好牵 所以说打官是会赢嘛 因为这个牵是好牵 打官是会赢 但是呢 最终啊 你问了最终会不会赢嘛 那打一定最终是会赢 香开十里贵 一步入天边 香开十里贵 指的是秋天 十里贵 贵就是贵花嘛 贵花开的话 指的是秋天开的时候 一步入天边 指的就是说 可能要跑很远 或者是说 当 就像是如果有人问 我会不会跟他结婚呢 会结婚 有可能是到国外去蜜月旅行 或者是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北部到南部去旅行 蜜月旅行 南部到北部旅行 比较远一点 有一段路程的 一步 天边不一定讲的是真的是天边 天边有的讲的是 真的很远 国外 有的可能就是 比你平常认真的要远 因为他这个主卦 主卦讲的就是说 一直之间还难以看成他的成效 时间还没成熟 一定要保持接触到最后 才水到渠成 也就是要拖蛮久 代表的是他一审也一审 搞不好 如果你们几审定验啊 应该是三审嘛 对 如果他是三审定验的话 他可能要到后面 那前面的话 前面不一定 不一定能够就能够定验 在这里面的话 是说时间要拖久 一开始是不能够达成你的目标的 到最后才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要等待 而且要善于等待 像这个小巷讲的就是说 游云之天 知不舍命 也就是说 你只要不放弃 到最终就有成功的希望 知不舍命 就是说 我不要放弃我的这种希望 那在这个中卦里面 中卦里面讲的就是 这个啊 是因为对方的因素 而造成了目前的气氛 非常恶劣 是不是你的错 是对方的错 你不能忍受之下 决心要除恶 但是呢 如果因为他打官司啊 官司送无好送 我们在这个天水送里面 就会讲送无好送 送无好送之下的话 你官司残久了 就算你打胜了 结果两败俱三啊 你也伤 他也伤啊 而且又结了仇家了 他这个上面 择天怪里面讲就是说 是他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能够用不偏激 不武断 不激烈 不采取激烈的手段 留点余地啊 行中庸之道 用这种方式的话 让他自动认错算了 如果能够让他改过千参 那就更好 如果人家已经认错了 你就不要死缠到底 也就是说 非要达到那个 你死我活的那种境界 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 会比较更好一点 比你打到底的这种情形要好一点 像护卦的话 飞龙在天立见大人 这种飞龙在天立见大人 有两种意思 一种就是说 有利于你做一番大的事情 就是说 对你来讲是 你的问题比较容易能够解决 又有一种方式 就是说 依你现在来讲的话 有利于见 有利于在打官司的时候 有利于见到公众严明的法官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错话 敦付 敦付也就是说 他打这个官司 每一审里面 不一定每一次都他得利 他是说敦付 就是经过多次的错误的常识经验 累积又经过多次的反省监讨 最终找到正确的方向 耗时两久 但是不后悔 也就代表了 就是说 你来我往 之间拉锯战 但是最后呢 他还可以获胜 中间有时候一审 你获胜 结果他不服 再上书 二审他上胜 他胜 三审 你又不服 再上书 三审经验 你胜 但是已经纠缠这么久 又那么多 如果中间有 人家已经认错了 或者是说要和解的话 就以和解 让他改过签 刀歉了 是算了 以这种方式 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呢 你可以 撑到这个签 就代表 你可以获胜 只不过是要拖很久 对 我懂我懂 一般这个要拖多久 可以看得出来吗 拖多久啊 因为他现在还没开始 现在还在找律师嘛 还没开始打是吧 对还没开始 嗯 你可以这样问嘛 这个上面看不出来 有多久 但是呢 你可以这样问 如果真的要打的话 你可以问 一年之内 会不会结束这个 诉讼案子 会不会 尘埃落定 水落石出 或者会不会决定 如果一年不行 那两年 两年不行 你问三年 就这样子 用这种方式 把它问出来 OK OK 好 那我找他再问一下 嗯 那打的签 有没有特别要注意什么 三生数有缘的话 这个三生的话 你问了要多久的话 可能要三生 你们自己的那边的三生 要拖多久 大概有一个 呃 案例可询嘛 可能要到第三生 因为他有一个三生 有一个三的这个像 嗯 像的话 虽然他不讲的是三生 但是你问要拖多久 因为打官司就是三生 丁业嘛 那他这边有一个三的这个像的话 那我们就 就是要打到底 嗯 那这个相开十里贵 就是 他是跟秋天有关 是不是 对 可能就是说 三成丁业 那个时候 正好是 他获得好消息的时候 正好是秋天的时候 哦 OK OK OK我懂了 我就这样跟大家讲好了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不客气 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 还有老师那个刚才说的那个 他刚开始讲的是七八九 这个千 谁啊 他本来是超一个数字 数字是 七八九要减三八四 应该是四十九千吧 不是这一千啊 不是他刚开始讲数字 后来讲一个三个三个字 原来他讲七八九三个三个数字 后来他写三个字 对对对 抽到二十九是吧 对 那七八九你没有把它查出来吗 七八九应该就是二十一千 我再算一下 七八九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七八九 你又要再三个字 后来他就说 他要写三个字 那给你七八九的时候 你还没有翻吗 对不对 对 那就是 就三个字 以三个字为准 太阳话 以三个字为准 如果你讲七八九 七八九你又把千诗找出来 一看好像又不好 那我三个字好了 那三个字就不准了 他也没有翻 七八九也还没有翻 也没有翻 只要千诗一落地啊 一看 看出他好坏啊 嗯 都坏 OK 对 只要没有落地 你都可以换 对 但还没有落地才换的 所以应该换了以后 应该是 以三个字为准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他就应该是 那这样算出来 就是应该签来 他三个字是 二十九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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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同学有 有问题吗 哎 老师 啊 哎 老师 我们也抽了一个签 啊 啊 我们十月一号啊 想办那个 条签的 party 你自己已经 已经担了一年多了 可是太忙了 哈哈哈哈 一直都没有办 呵呵 所以现在又 现在啊 又想说 考虑要办 啊 考虑要办 然后我们抽签问说 十月一号办 我看这边你兴利 好啊 我们抽到 一百二十一千 哈哈哈哈 他上面说 你早该办啊 但是一直没办 对啊 虚名虚位 虚名虚位 九层层 也就是说 乔前之喜 早该办 但是呢 一直没办 摆在那个地方 一直没有动静 对啊 没有办是因为 有人是反对意见 所以说就不能够达成 你的这种 这种说是 想办的这种期待 路马当球未见真 就是路马指的 你问的就是 就是办那个party嘛 party想要让它实现 但是呢 一直没有实现 就是指的就是 去年那个时候 应该要去办一个 乔前之喜 但是 乔前之喜的party 但是一直没有 让它当未见真 就是没有实现 一片云彩 秋后制 十月以后还是秋天嘛 也就是 秋天的时候 可以办成 办成以后 就跟去年比啊 就完全不一样了 去年风无意识心 也就是说 办过以后 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就是另外一番新的气象 抽到这个签啊 就像是有一个人啊 第一个抽到这个签 他在一个大学旁边啊 一个一对夫妇 在大学旁边 他们有一栋 好像四层楼的房子 他们想要把那个房子啊 隔间成宿舍 租给学生 但是他公共就一直没同意 所以说一直没有 没有做成 那他就今年 他说我想今年要做 能不能成 他其实就是说 去年就早该要做的事情 结果因为 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挂 主话讲的就是上马勿逐 也就是说马跑的话 你不要说是去马上去追 也就是说 你公共不同意的时候 你不要说硬要硬要 硬要的话 反而也不好 隔一段时间啊 这个马就会回来 那隔一段时间 那个公共呢 他自然会同意你的意见 你就可以办啊 如果你那个时候硬要的话 反而就两个产生中途 你不要把它 你要 他就是说 与意见产生对立的人 由于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会有意见跟你不同的人 你要以宽裕优荣的态度 跟他相对 预留转换余地 不要把这个事情搞砸了 因为啊 假礼时日 双方意见 就可以化解了 旗舰就可以化解了 这样做就不会有错 指的就是说 本来早该做的事情 结果没做 耽误了一年 现在做的话 是任何问题都不会有的 所以说你问 11月1号办那个可不可以 他说去年风无一时新 就是好啊 没有任何不好的现象出现了 就是说 可以 而且呢 那一天办的话 还不错 一片云彩又代表着 光色鲜艳 光鲜亮丽的意思啊 也就代表的是 那一天party的话 办起来是 大家风风光光的 大家高高兴兴的 没问题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你早就该办这个party 那是谁不同意啊 没有啊 一定有人提出来 但是有一个人会 不是不同意 只是说有一个难处 或者说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也是算是不同意啊 对啊 对啊 一直太忙了 然后又觉得说家里还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弄 所以想说把一些弄好了再办 结果就拖拖拖拖拖拖 对啊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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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aqui了 你要去選擇你可能會說在這裡 對呀 可能一直偷偷偷要偷到老師來啦 可是現在越來時間了嘛 你說本來我們是要早辦的 就是因為老師要來 所以說我們一直要配合老師的時辰 結果老師不來了 所以說我們等不及了 不能再等下去了 之後我們先辦了 對呀 因為這邊很多人搬家 人家說實際上先辦了不辦 你不敢辦 因為別人沒辦 你們不敢先辦 怕就是說一般到時候 警察來所謂老的搬你 我們是最早搬的 我們最早搬已經搬一年了 然後現在另外有兩個朋友也搬家了嘛 然後他們好像在講